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4日的Lokin故事分析 我是Lokin 正式开始今集的节目 综合第一部分市场分析 首先是导致 上星期日因为要做每月会员的Reminar 所以YouTube节目暂停了一周 但在上星期已经在节目提及 大户已经在33,500-33,700的水平 完成了MARK连结 然后再向上也是大户派货的时间 我不会知道今次的派货能够持续多久 不过若周线图跌转33,500-33,700 导致就会形成双顶走势 开始由红1的尾声静悄悄中入红2 第二个是NASDAQ 早两个星期已经强调11,543-11,900 是今次NASDAQ的反弹大阻力区 能不能上到 我也不会知道 如果你觉得联储局下年会减慢加息速度 退市步伐会减慢 之后会利好投资市场 美股值得长线吸纳 要买科技股的话 你就买吧 反正要说的东西 我们之前都说完 第三个是S&P500 之前提及4,000-4,100 是大户派货区 之后会是中小型基金接手 到底这些中小型基金能够有多少资金去承接 其实很快就知道了 今天市场很多人用不同的说法 演绎和解释市场有多少利好消息 后市会怎样好 而我的说法是很简单 别人的牛市 源自于大户今年要去做马克高的连结 股市升上来就会有消息配合公布 当然送不送人来的事 下星期的分界就会上月至3850 第四个是上证指数 之前提及11月的上升烈口 不适宜去补完再跌穿之下收市 幸好星期一的补烈口之后 藏上资像收市 不过过去一个星期 亦都已经升到预期的3,161 而且已经1月之前所提及 帝隆股市炒上是会由中资金融股接力 中国公布的消息成为一个吹化剂 接下来还能够用什么来推动的上证呢 我暂时就看不到了 第五个是港股行指 之前提及到港股的红二反弹的高位区域 会在18,050-19,542里 指数到就到了 市场的情绪气氛也在一个月前 人人说的是港股大红市 港股末日 到今天又改口说是港股牛一 港股要进入大牛市 到底牛市还是红市 就随你喜欢了 反正对很多人来说 牛市和红市都只是一枝毫不了解 升市是牛市 跌市是红市 一年220的training days 不停地去交替牛熊市 左一巴缘右一巴 一年狂输八二巴 到底我所说的东西可不可以靠呢 就说过去半年 六月初二万一开始做淡仓 到九月底 一万六千九百平淡仓 十月中跌穿一万六千一开始做好仓 到十一月中一万八千二百十平好仓 如果有人说我看港股熊市就只能做淡 现在已经被人夹死 真的不要被个位外传理 似乎你应该是昏迷了一段时间 因为自我十一月中平好仓之后 我提及到最少要升穿一万八千六至上 先好考虑去做淡仓 单从过去半年 基本六千点获利空间 你可以不送的 可以认为我说话是错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我做相反 我现在做淡仓 你就买入看好 不需要用说话来解释 市场的结果 赚钱或输钱 就是最好用来证明谁对谁错 无论美股或港股的淡仓 我已经做了 而我手上的股票也都全部沽出 我部署上都已经为未来做了凍备 结果输赢 到时候市场就会公布结果 到底是我站好边 还是跟我背道而似的人是正确呢 到时候一目了然 综合第二部分今周我的部署分享 这个星期的好等分解是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 Plan A就是一个体探策略 向下目标位分别是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五 和一万八千七百九十八 指示位定是一万九千二百七十四 若果在星期一九点三十分后任何时间 以十五分钟的阳烛 升穿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 就可以周围Plan B的向上追买 目标位分别是一万九千四百十三 和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八 指示位定是一万九千一百七十四 觉得我的节目能够帮到你 又或者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离开前帮忙按下like 都是对创作者的一种鼓励 投资涉及风险 投资者应该衡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先要作投资的买卖决定 节目最后部分会有完整的免责声明提供参考 没有车望所有东西都能够免费 今天大部分人认同的东西 可能都只是由羊群效应得来的看法 要摧毁可以一送间就失去支点 我是Lokin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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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